172 浙江日報2015年7月17日報將二十人民世界淺堂江村頭村頭 村村都有他事之生思念,牽駕和企辦的地方,也是守望幸福的驛站 我呱呱聚地於溫州滄南縣一個叫何美揚的小村莊,生於師長於師 我知道,有村頭就會有村子,有村子就會有家,有家就會有濃郁的親情和鄉壽 在村頭會聚著,交融著,濃郁著,家鄉的村頭應了村名一條小河在村頭拐了個彎 圈圈細水筆緊不慢地在流淌,清徹稀灑的流水如母親吻人了各種生命 小河並不寬闊,南北岸僅十米光景,但無親說,小河玩係著全村的風水大象 像一塊磁鐵吸引著人們的靈魂,小河彎彎,流過村頭 河兩岸,樓樹成行,因爲親水的雜星,樓樹大都驅幹歪邪著,傾向河流 兩下裏顯出親密的模樣,清風隨來,河水柔柔流動,岸柳麥不作聲 彷彿這邊美美地講,那邊靜靜地聽,那柳,那河,在村頭擾出了一道溫情 好似母親的性格,我有時覺得,河美揚故名思而該是河之美該斷流乾脫了 河邊柳也狠滄了,民知,母親不如,倒是村頭的小河和水柳笑了 他們激起一串快樂的水花,打抱不平,只要有了春雨的滋潤 我就不會乾脫,只要有了春風的梳展,我就不會蒼老 他們說得沒錯,你看,春風春雨天長地久,小河依然年年青樓遠轉 河邊的瑞樓依然年年飄逸輕揚,村頭一年四季演繹著河情樓韻 春臨,柳先知,領下柳笛,把身先順泊的笛聲吹給自己,吹給伙伴,吹給父母,吹給親切的家園 當布谷鳥的第一聲歌唱從河邊的草叢女飛出時,母親自然自語地說 該播總療,夏聖,柳垂優雅,閒名高傑,環宰浪淚淚氣氣,村府水邊卓躍,漢子神喜丹水,目瞳折後飲牛,人笑聲,同鬧聲,牛謀聲 久久不能散去,秋近,一旋旋再著沉澱澱的果實,怨著河浮頭,將風收的喜悅送到家家戶戶,母親婆感恩惠地說,有勞中有得,冬至,柳葉樂,風失水清,從水底奉獻出肥美的雨,及農家帶去年終的祝福和歡樂,村頭不似是母親和我迎送的地方, 也是村民聚散離合的地方,那年晚秋,風已經很涼,村裡村外飄著樂業,二九是我們的好伙伴,好鄰居,有一天他突然告訴我們,他一家要搬到內蒙古親戚家,我狠不捨,送二九到村頭,離別時,二九的父親哭聲大作,像老牛叫一樣,他說,千里之外話,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了, 我們也淚眼夢龍,即等船夫狠狠搖擾,船而離了岸,我們這隻孩子,在岸邊跟著跑了老遠,村頭,鄉親門相繼散去,只有那樓樹,枝枝葉葉葉在風中斜斜地飛揚著,彷彿是對二九一家無限的軒家,村頭,村子的入口處,每天人來人往,總是最熱鬧的,所以,村裡愛二叔適時擺了個小朋友, 不純粹做買賣,兼集休憩和娛樂,他見人即打招呼,還給上滿的鄉人砌上陸無寮繞的熱茶當地之名的五鳳香冥,進鋪的,不論是自己還是默路人,畫雜紙就打開了, 這女出售油鹽醬醋茶,這女出售五味豆,這女也免費供應酸甜苦辣鹹的口頭文學,許多故事都銀須學發了,可言者不煩,聽者不利,你聽你,田子他巴剛講完尚我斌月的故事,未及裂他白須的功夫,只顧他巴馬上接過畫茶,只顧他巴因了先前念過詩熟,講起故事內也有板有眼, 不似田子他巴斷斷徐徐經常已轉眼有四十年之類的言語堂撤開過去,忍得肉H,學是荷荷地小,故事收尾之後,滿地煙頭瓜子殼,由魚水到收割之後滿田茶兒,一天,母親在村頭等我時,從抱子女聽來一個真實的故事,一個月上樓梢頭的夜晚,村裡的勇哥梅者相約黃昏侯的村頭全村通往外面世界的 出口,為了追求愛的自由,踏上了遠走天涯的私奔之路,柳樹將一個狗力人世滄桑的長者,遮忍了所有的光亮,默默地掩護他們,也在最深處為他們祈禱祝福 這件事後,母親經常念頭,村子裡的水,已經養不了兒女們這些活語了,母親說這話,是有依有據的,成著改革開放的春風,我離開了村子,都成女謀得了一官半職,村裡的年輕人,紛紛拖兒帶女外出打工,背著厚厚的行囊,斑蘭的夢在柳枝頭綻放, 村裡這些活語的身子,都是圓著村頭的小路,走進村子以外的世界,像村頭河裡的雨,圓著河流,又進大江大河裡去一樣,無謂干擴, 外面的路也像村頭的路那麼簡單,單純嗎?操勞一生的一如我母親的讚,M、親,總是經常站在村頭遠跳,他們把想說的畫放在心裡,把擔心和牽架寫在臉上,他們一邊在等待,一邊為小河傷感不知何時起,月災的花泥,烏克的臭水,飄浮的白垃圾,把千層萬卷的思念和優秀的好,終於等來, 盼來了一個又一個欣喜,村頭,聚集著村中的男女老友,墊起腳尖,暫在歲月的肩上張望傅屍女,無盼子,傅望郎,歡念妻,收集的村姑周著邊稍等情人,誰家老朋友來了,久擺出了歡迎的姿勢,欣欣言,誰家的兒女回來了,笑容滿臉,依敢還鄉,昂昂言, 久一時應不出,叫問客從何處女,母親喬手以盼,一直站成家中的一頁柴門,我想,人生最暖不過是有一個有人牽架的村頭,有一個有親人在等待的家,從村頭出去的村民門, 活亡的家鄉,他們又活與搬遊回來了將來穿為小海衣疾療傷,梳妝打扮的,捐獻最多的人竟是當年從村頭識別的二狗的父親,高老返鄉了, 而當年私奔出去的勇歌和梅者,開回私家奔馳車,牽頭雜之為村民造了一條言展成旅的水泥路,幸福路,村頭立著大清石碑呢,黑著一個歌捐獻者的名字, 何止何美揚一個村,我走過的村村落落,每條村路都是那麼通窗,每條村河都是那麼純正,站在村頭,我摘下一旅必綠柔軟的柳條,興忽河面, 將是抹去母親額頭上的就文和面夾上的陳舊,踏上通村的康莊大道,將事成再著過去,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方向,我驚喜地發現,小村將會有 有面現無盡的風流和精彩。